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支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蛋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倒閉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零感染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 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接下來 夏至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夏至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你 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那麼準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好了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簽 所以我今期的星魂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度 同時上升是在巨蟹 即是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它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這個土星在一度 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在山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的 也算是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出上圍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太好怎麼動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條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呢 這裏是見不到的 是我們古典尖聲師 先識的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角行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火土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一點 行星 行路角行 我現在是說行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accident 意外 injury 受傷 危險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這裏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比賽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鬥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 女人 第二 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 尤其是 真是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 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益女性 但是這些是星星講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這些職場上的 關係的一些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段時間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尖聲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趨吉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還差過 就是那些無聊的食物相片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也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了你們在15 那個星雲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 事不宜遲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獅子男獅子女 無論你是常星還是太陽獅子座 在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有聽開我塔子亂男 即whatever的人 都可能會覺得 哇 為什麼我的聲音這麼磁性 沒有 因為我做這段影片的時候 剛剛起床無奈 好 我要贈你們八隻字 女拜女戰 越戰越勇 那個拜是來自哪裡呢 過往的一些人際關係 是的 是失敗過的 還有我們看回那個聲音 原來這裡就編重了 會說一些職場 工作 生意 錢的這些關係 是的 以前是遭受過失敗 但是記住是說人際關係 是的 即不是說 excuse me 即不是說你以前生意失敗 以前破散 不是說這些 但是可能是說 你以前是有一些partnership 但是扭回了 或者以前是做生意被人去騙 或者以前請過一些下屬去穿櫃桶底 或者有一些團隊 然後那些人去挖角 即是去挖走這些人 是的 今期的聲像 尤其是說這些工作關係的人士 但是如果你去代下去其他人士 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的 我當你過去受了情傷 被人去飛 諸如此類 是的 會令到你 當你要再次去 enter 一些新的relationship 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顧慮 會卻步 是的 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 是的 因為 詩詩都是充滿勇氣的一個星座 是的 還有勇氣 甚至有時過了課 會去到一個霸島 OK 是的 which reminds me of 我最近有一個男生的客人去問我一些事情 是的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通常 塔羅千玉是女生比較有緣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坦白說 98%找我的客人 97% 都是女性 然後剩下可能3%是男性 是的 算了 我不再說這麼precise 因為免得透露了客人的私隱 亦都好像造成一些stereotype 無論如何 我想問什麼呢 有一個男生就問我一些自身感情 我說 其實有一個獅子女在追她 但是她就不受 因為她自己已經心有所屬了 而且她自己也有些性格不合 她就說真的 真的有一個獅子女在追她 是的 這件事很典型 因為其實獅子一般都是充滿霸氣 很有自信 獅子是王者來的 所以獅子女追男 這件事是絕對不罕見的 是的 但是我希望 我也在祝福那個獅子女 雖然追我這位男性客人 是追求不會成功 是的 但是女扮女戰 雖敗又榮 因為你也要去讚賞一下自己 你有這份勇氣 對不對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就算男生都不敢追女生 何況女生先追男生 所以要去欣賞一下自己的衝勁 我希望你們的勇氣可以持續很久 還有原份未到 你當是原份未到 我又想起另一個故事 我最近有個客人 無端端就嗨我 我們就說完他想問什麼 披文那些 然後才發現原來他是澳門人 然後又很巧 最近有兩個澳門人找我 然後一個就披了 但是我現在說這個 他就說他沒有那些PayPal 然後他只有中銀 其實我塔子女良本人 我都有中銀 但是不是我支持中銀 我是絕對不支持國資企業的 所以我支持中銀 我一有錢 我是拿到盡 我的錢 是不會剩下給他做生意的 去賺利息的 Anyways 我純粹為了方便一下人 但是原來 澳門過香港中銀 又有些手續費 又要拿我的地址 他最後就說有些煩 那算吧 他就說 哎呀 起碼你不要生我 然後我說傻了 生什麼鬼 雙息也是緣分 我說了這六個字 然後他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你繼續支持我小葉 你就算不Pay 你就繼續去看一看 因為我的東西都是給大家 去趨急避空 我希望聽到的詩詩 如果你們真的在農曆蝕穴 有一些關係 是得不到手的 你們都是本著這種 雙息也是緣分的態度去看待他 不要太過心灰意難 我在這裡祝福大家